香港最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日前也延續每一年的傳統 在中國農曆新年期間 在洛杉磯舉辦的聯誼酒會 並邀請了社會各界 一起來慶祝香港和美國之間的友誼關係 今年的聯誼酒會 在洛杉磯取燦的夜景下舉行 全場的數百位嘉賓 觀賞了精彩的傳統舞師 以及由香港藝術家凱潮所帶來的沙畫表演 鞏固友誼 開拓更多的合作關係 今年的聯誼會對於香港經濟來說 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 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蔣志豪在會上承認 香港經濟在2019年受到多方面的影響 經過過去 特別是中美關係的影響 特別是貿易關係的影響 再加上過去半年 一個香港社會有部份的不安 最近也不太幸運 有新型觀眾病毒的影響 其實過去一年香港的經濟 已經打跌了大概1.2% 即使受到內外因素影響 但香港仍然對2020充滿希望 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 默德偉指香港根基紮實 能夠經受得起一定的考驗 無論是我們的制度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財經市場 我們的法律 以及我們的司法系統 全部都很紮實 實際上國際的投資者 對香港的中長期 是繼續抱很高的信心的 所以我們今年展望 當然仍然是一個困難 艱難的一年來的 但我們是會繼續努力 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希望我們當然過去的努力 是會幫到我們今年面對所有的挑戰 當晚受邀出席酒會的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張平子 在香港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香港的局勢正在逐漸恢復 面對未來的不穩定因素 張平表示只要兩岸的民眾齊心 政府有信心可以維護社會秩序 這個首要法則 我想中央政府也會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 進一步的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所以我們也期待 香港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今年會有更加更好的發展 天娜維視記者馬俊採訪報導